耶稣受难 耶稣行了许多奇妙的事 因此很多人愿意跟从他 耶稣满有怜悯 他医治疾病 又教导人学习神的道 耶稣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但心中邪恶的人憎恨耶稣 因为耶稣指出他们的恶 以色列人的领袖妒忌耶稣 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于是捉拿他 鞭打他 以谎话诽谤他 又逼他戴上经济鞭的冠冕 耻笑他 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 完全有能力抵挡恶人 但他默默地忍受了凌辱 因为他来 为要拯救世人 代其罪人受刑罚 钉十字架 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竖起十架 把耶稣钉在上面 直到他断气 与耶稣一同受刑死的 还有两个犯人 但耶稣毫无过犯 清白无罪 耶稣死 为要代替所有的罪人受刑 他献上自己 做万人的赎罪计 使人都犯了罪 本来应当为自己的罪而死 但耶稣替罪人舍命 使罪人因此而蒙赦免 人承认罪恶 信靠主耶稣 真心悔改 远离罪恶 神必定赦免人一切的过犯 靠主耶稣 救必得救 耶稣复活 耶稣死后 有朋友把他的身体取下来 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墓穴里 并用大石封了墓穴的入口 第三天 几位妇女来到墓前 为要行安葬的礼 不料 墓前的大石已经滚开了 耶稣的身体也不见了 这时 有天使向妇女们显现 说 耶稣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他就是神 耶稣今日仍然活着 胜过魔鬼撒旦和死亡 多玛信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有很多门徒都见过他 和他谈过话 一起吃过饭 有一个门徒 名叫多玛 他不相信耶稣 已经从死里复活 说 除非我看见 又摸过他手上的钉痕 我总不相信 耶稣果然向多玛显现 并请他摸自己的伤痕 多玛再不疑惑 立刻跪拜耶稣 呼喊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说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耶稣升天 耶稣复活后 曾向许多人显现 见过的人都知道 耶稣实在是复活了 耶稣复活四十天后 要回天家了 他来世上要做的一切都完成了 耶稣升天前 吩咐门徒 要向世界各地的人 传讲神爱人 救赎人的好消息 接着 门徒们看着耶稣 升天而去了 有两个天使出现 对门徒说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 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相信 并跟从耶稣吗 当他再来的时候 您是否准备好迎接他 十架救恩 耶稣清白无罪 毫无过犯 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死 是为了拯救世人 脱离罪的刑罚 除去人和神之间的障碍 十字架提醒人 耶稣是那圣洁无瑕的 神的羔羊 他替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 人相信耶稣 脱离罪恶 神就赦免人的罪 耶稣使人与神和好 并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接下来的图画和解说 将告诉您 如何成为基督徒 两条路 耶稣教导 人生有两条路 每个人一开始 都走在宽阔的大路上 但这宽路是罪的道路 只能把人引向灭亡 因为人都从始祖遗传了罪 窄路是生命之路 通往天堂 引导人归向神 得享永生 耶稣教导 人要离开宽路 转而走窄路 十字架的救恩 必定赦免人的罪 但很多人不愿意走窄路 情愿沉溺在罪恶的宽路上 结果一直不想灭亡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选择走哪条路呢 您若选择跟随耶稣 走窄路 请向神祷告说 圣洁的独一真神 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相信耶稣 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的罪 求神赦免我 竭尽我一切的过犯 让我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我愿意跟随耶稣的生命之路 谢谢主耶稣赐我永生 并为我预备天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愿意跟随耶稣 阿们 替我尼